大家好,我是韩国的女奥巴米达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嘛 我学习汉语的时候 有两个坚强的榜样 就是郭德纲和白燕颂老师 我向他们学习 这样就能学得更快一些 还能知道我离他们有多远 做爱豆也是一样的道理 每个年代都有超级爱豆 带领整个音乐市场前进 当别人的榜样是十分荣幸的事情 那么哪个团队是这个时代的凯蒙呢 那些追随者是怎么评价他们的呢 如果是十年前的话 许多人都会不加思索地提及Big Bang 但时过境前 仿蛋少年团稳作宝座 很多男团都想追求他们的步伐 比如说 提问死的吴靖鸟 在新歌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想学习仿蛋前辈 他们的地位很高 但是仍然无往出现 一直前进 我们也想成为这样的男团 Rukid经常提到 仿蛋就是他们的凯蒙 出道前一次颁奖蝶礼上 他们在仿蛋面前跳了DNA 完美地表现了刀曲弩 后来也跳了Fake Love UKID的游民 说很尊敬金太亨前辈 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想跟他合个影 表达了粉丝之心 他说好想跳出 跟金太亨一样 有魔力 有影响力的舞台表现 也给粉丝们推荐了 金太亨的创作歌曲风景 刘阿日也认为 仿蛋就是他们的榜样 他们觉得仿蛋的实力 外貌 舞蹈 以及现场表现力都堪称完美 其中一个成员 新宋文 留下书信视频说 希望亲自给防弹歌曲当作礼物 SF9的祖父表示 他看到了防弹血汗类的舞台后 学到了很多灵感动法 这次回归的时间也是一样的 他好想向他们学习 而且表示他跟BTS的书画很亲密 他说自己是会作曲的成员 而且书画也很擅长作曲 当时他去了一个工作室 书画刚好也在场 就给他听了自己创作的歌曲 以后受到邀请 也去了书画的工作室 网络文的帕吉雲 也把防弹的金太亨 当作了自己的榜样 他说自己偶尔会跟金太亨和金 打游戏 PITTON的音随准 也表示自己的榜样 就是防弹的机名 从练习生开始 经常看他的视频 很想成为奇名那样的人 自己以前陷入消沉时 从奇名那里获取了力量 走出了帝国旗 欧络文的群集表示 经常看防弹少年团成谷的视频 自己研究了许多音色和不可 最终吸引自己的就是成谷的声音 他表示特别想看成谷前辈 视频看了非常多 一定想见到他 听听的一贴成说 看到金太亨前辈的舞蹈视频后 产生了当爱豆的梦想 他在粉丝见面会时说 自己的榜样 偶像都是金太亨 如果有来世的话 自己想成为金太亨 他表达了对金太亨的尊敬之情 Elast的Trey表示 自己的榜样就是BTS的奇名 他觉得奇名的舞蹈 表现出来的能量和感情性 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Tomorrow by Together TXT的朋友参加Idle Room时 表示金太亨的舞台真的很帅 练习场的时候 已经开始喜欢金太亨前辈了 DongK的Munik表示 第一次看法弹前辈 舞蹈的感觉就是帅气 每个成员的舞蹈风格 Milia各不相同 但整体上就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他们表现出超强的刀曲弩 而且舞蹈的难度越来越高了 但是他们仍然表现得很棒 我们也想学习他们 金亨表示 舞台表演方面 特别想学习仿弹的金太亨前辈 他表现出一人一样的华丽舞蹈 其实除了这些男团以外 太多人把仿弹当做了自己的榜样 在这不能一一列举了 那么在此人们可能感觉很好奇吧 反正当初的榜样 到底是谁呢 就是BIG BANG 在2013年的出道发布会上 田中果说很尊敬具体 金很尊敬TOP RM也说BIG BANG前辈是嘻哈爱豆里面 地位很高的 所以经常看经常学习 吉敏也说过很尊敬太阳前辈 希望同台演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选择了好的榜样 网文会变得更强 KROM BAKA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